欢迎来到照理盘安 今年美国大选的形势是越来越明朗了 民主党这面经过多轮厮杀 最后拜登肯定会赢得民主党的初选 未来挑战特朗普总统 前两期节目我们就分析 拜登实际上身上的槽点很多 一方面 拜登年龄有点大 都快80了 而且说实话 作为一个美国的政治人物 拜登的口才不算太好 拜登几次在电视上跟人辩论的时候 都有点结巴的状态 被对手嘲笑 要知道美式这种民主选举 一个人的演讲能力是很重要的 以往奥巴马演讲能力也很好 但是奥巴马老看提词器 他这个舞台前方 一左右两个提词器 他经常要讲几句看一眼 这也被对手诟病 而特朗普总统 特朗普要说人真是厉害 半个媒体人出身 而且是大公司总裁 很善于讲话 不光善于讲话 更善于表演 所以现在这么多人天天看他 就跟看个脱口消息明星一样 因此很多人担心 你这个拜登去挑战特朗普 未必能占到便宜 别忘了拜登儿子还一屁股屎 没擦干净的 因此有人说 要给拜登选一个非常好的副手 这个副手要选的好 是能加分的 以往有人建议过 说有没有可能让奥巴马出来选 以前是奥巴马赠拜登副 这把让拜登赠奥巴马副 但是这确实有缺点 为啥呢 这不成了俄罗斯了吗 那美国人不能干 也有人建议 说让这个希拉里克林顿 拜登一直说 他要找一个女性当副手 多吸收女性选民的票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不过 希拉里克林顿 说实话 年事确实也挺高 而且经过上一次选举 希拉里和克林顿之间 很多的事都被翻出来了 被攻击点很多 因此还有一个建议 说有没有可能 让米歇尔奥巴马 奥巴马的夫人来当拜登的副手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建议 你想 美国律史上 不但是没有过女性总统 也没有过女性副总统 包括没有过黑人副总统 如果这次选了米歇尔奥巴马 那好啊 一次性解决两个问题 美国既有女性副总统 又有黑人副总统了 而且米歇尔奥巴马 在美国选民中 支持度是很高的 2018年2019年 他连续两年当选 美国人最尊重的女性 当年奥巴马入住白宫这八年 米歇尔的表现 确实是很好的 而且米歇尔口才也很棒 2016年 希拉里出来选举的时候 民主党的大佬们 都得纷纷出来站台 米歇尔出来演讲 帮希拉里拉了很多票 至今美国选民还记得 米歇尔说的一句名言 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当我们的对手们 越来越下作无耻的时候 我们才必须更加高尚 这句话符合了很多人的心 大家觉得民主党和共和党 米歇尔和特朗普之间 还真是一个 你越low 我越high的状态 长久以来 很多人也感叹 说你看看 奥巴马 年纪轻轻 50多岁退休了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 总统不能再干了 他已经干过最高职位了 而快70的特朗普呢 人家要重新上岗 竞聘美国总统了 对于美国来讲 这未尝不是一种 人才的浪费 现在看 让奥巴马出山 选副总统 难度很大 不好说服选民 那么 有没有可能 让他老婆 出来选副总统呢 这样美国人 可以买一送二啊 也可能 这是拜登一个 不错的选择呀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 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赵旅拍案